告别了刘大姐之后呢 我们的红娘又给柴大哥介绍了一位 家住长春 今年55岁 同样也在浴池工作的高秀范 高大姐 高秀范 55岁 现居住地长春市 月收入3000元 租房住 确实家里头确实不方便 就是我们这姐们都做正 我也是租的房子 完了租出两户去 你是把这房子租了之后 你又给别人租出去 会算这样的啊 那不就不用花钱了 这可能难了 那咋能干呢 家里边都说自己 那咱是在哪上班 在浴池上班 错道 那姐之前是来长春吗 有年后的吗 我来到长春30多年的 高大姐现在是一个人在长春 自己打工维持生活 亲舞团的几个姐妹说呀 大姐今天要相亲 特意请假过来的 都说要给大姐家加油 祝祝威 她家两个孩子 她那时候挺难的 都自己过来 干啥挣钱都干啥 她开烧烤店 她说挣钱 她就开烧烤店 玩了自己那个烧菜 然后那个 后来挺忙的孩子 她送孩子去学 唱二段 那时候 那孩子是小片野员 学这个点需要钱多 她就挣上 那个证监多 最主要一点 她还没说上 我给她补充一点 她这人是最重评议的 要不然我们姐妹能这么好吗 特别重评议 男出发都过来了 现在还行 现在挺好的 长得可漂亮 年轿追得老多了 就为了孩子 就是为了孩子 高大姐之前和丈夫离婚 带着三四岁的一儿一女 来到了长春生活 为了给孩子供出去 这些年大姐受过的累 吃过的苦都不用提了 就算这样 高大姐也从来没想过 和丈夫复合 因为她喝大酒的毛病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的 自己个家不喝 就是说谁家有个大事小情 不用找 不用找就去了 反正去的就是喝酒 喝酒就多 那是百分之百的 多了就回来 就五马上千 就是这帮她都是打呗 她提这个 她提那个 我从来不摔东西 她帮你身上摔吗 拿东西打 这都互相我也打 这都是 打孩子吗 打啊 连提带打 连提带打 她上她三奶奶家喝酒去 我家儿子去找她去 她那个开开门 正好那个门回来 给她手演掉伴儿了 找她去 完了要打孩子 孩子就急着跑 演蛇一块 这个地方 儿子 这个地方正好演掉伴儿了 她爸给找她 那不去找她去吗 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 高大姐是忍无可忍了 坚决要和丈夫离婚 远离她的身边 但现实往往总是事与愿违 大姐这婚啊 离得并不顺利 我老妈老爸是那个传统型的 就不让离 人家说老高就没有离的 错了人不要你 就不让离婚 给老人丢脸 那时候我是确实听老妈老爸的话 家里人传统的思想让高大姐也无可奈何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 大姐是身心疲惫呀 备受折磨 身体也被拖得越来越垮了 那时候就瘦 就特别瘦 就尖尖总打嗝 就不往下走动 就是就胃总堵 那时候八十左右 那都脱象了吧 那是相当瘦了 好奇就是那个 到底还是心疼自己的闺女 这回总算是得到父母的同意了 高大姐本以为这事可以顺利进行了 没想到又碰见了个坎儿 他不同意 他就不同意 2005年才给的手续 那手续没下来的时候 你们已经就是说了 两人就分开你 就自己带孩子 这样生活过了多少年 好像过了三四年的 离了婚之后 大姐一边工作 一边带着孩子 这些年啊 一直是这么苦过来的 如今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 自己也没有什么操心的事了 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晚年生活了 比方说 就是说咱不走第二步 我自己现在身体好 能挣点养老钱 那自己呢还要去努力去 不能全职 对对对 因为我吧 家是农村的 我也没有劳保 我就想找一个有保障的 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 我现在还能干几年呢 如果要是说对方不介意的情况下 真的我就喜欢找一个有保障的 就是要喝大酒就不想看 喝大酒那类的 对于对方工资的话 或者退休金 四千一算 我不喜欢太张扬的那种 嗯 中文字幕——YK